Panda There is a baby panda 直接翻翻牢牢 独乎独自美好 拍真熊猫就好玩了 你拍真熊猫的时候 你时时刻刻 要么就哎呀 它抓着你疼 要么你看着它 你就会乐 你没有 你只能自己去想象 它的大小 你的手还要抱 这个大小 艺术指导 就指导着手 重量重量 重量感 重一点 这种 完完全全不一样 因为熊猫一看 你就会笑 你有多少烦恼就好 你看着它 你就会忘掉 内散 你就忘掉了烦恼 你就会一直看着它 你说动作的打啊滚啊 这些对我来讲 很容易 因为这是老本行 就做好每一份工作 给观众看 我知道观众 全是我的影迷 都喜欢看我自己做 虽然是难 但是我也会尽力去做 拍戏的时候我也怕 有时候跳飞车啊 跳高啊 跳 钟楼啊 跳 我也怕 但是 只要一讲action 我就忘掉了 我只知道 我把这个镜头做好 只要观众 看完之后是觉得好看 我觉得 受伤对我来就值得了 我希望跟一些新的演员合作 跟不同的人合作 我才会学到东西 不管是导演也好 编剧也好 以前我就是一直叫成龙式电影编导演 连主题唱歌都是我自己 到了后期 我说不行啊 这么下去 变成你都是一个style 所以我一直在想跟不同的导演合作 跟他们学点东西 所以就是我在现场只是辅助 让他们去发挥 我从来跟他们讲 别追我 会去好好读书 我只是做好我的工作 你们欣赏我 谢谢 也别学我放滚梦跳 你们会受伤的 但是谢谢你们的支持 到今天还有影迷 世界各地的影迷写信来 寄账给我做慈善 是因为他们给我动力 只要我还能动 我每一年都会想拍一部电影 献给他们 他们送给我的东西 太多太多 他们送的东西都是用心去送 绣一个枕头啊 绣一个我的人 做一个我的人像啊 就是因为有这些 全世界影迷支持 而令到我去拍一些 正能量的电影 我也利用这个 我自己的身份 把我中国的文化推广出去 熊猫可以说是不用推广了 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 而且熊猫代表了有爱和平 趁着熊猫的热 我让更多的小孩子认识我 也把我的中国功夫 中国动作 中国文化推广出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ly